年龄大了要适当忌口 医生说50岁之后三种食物能不吃就不吃 王大爷67岁曾是一位工程师 退休前他过着相当规律的生活 由于工作的特性 他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里 导致日常运动量相对较少 自从退休后王大爷的生活变得愈发显示 但最近的一次常规体检中被诊断出患有高血脂 根据王大爷的体检报告显示 他的总胆固醇水平高达6.8毫磨耳每升 而肝油三脂也达到了4.5毫磨耳每升 这两项指标均明显超出了正常范围 医生提醒他 高血脂是导致心血管疾病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 如果不及时有效地加以管理 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 包括关心病、心肌梗死等 王大爷听到医生的解释后 感到既惊讶又担忧 他一直认为自己的生活习惯相对健康 不抽烟、不酗酒 没想到却忽视了饮食习惯对健康的影响 医生详细询问了他的日常饮食后 指出了几个可能的问题点 王大爷喜欢吃红烧肉等高脂肪食物 而且饭后常常享用甜点 这些习惯都可能导致血脂升高 医生为王大爷制定了一份详细的饮食调整计划 并建议他定期进行血脂检查 以便及时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其实很多和王大爷一样的年龄大的人群 要学会适当忌口 特别是三种食物最好要远离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这些食物都有哪些 一、五十岁之后应忌口的三种食物分别是什么 人们在五十岁之后 人体的新陈代谢率逐步下降 对食物的消化和吸收效率也有所减弱 所以某些食物可能不再适合长期和大量食用 以免影响健康 以下是三种在五十岁以后应当避免的食物 第一种动物内脏 虽然动物的内脏器官如肝脏和肾脏 因其富含铁和维生素而被认为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 但它们同样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和胆固醇 过量摄入这些物质 特别是长期大量食用时 可能会导致血液中的脂质水平上升 尤其是有豆胆固醇的增加 乌豆胆固醇在血液中过多时 可能会在动脉壁上形成堆积物 引发动脉周样硬化 这是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关键因素之一 心血管疾病在全球是主要的致死因素 涵盖了诸如冠状动脉病和中风等严重健康问题 随着年纪的上升 患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加 因此对于年长者而言 控制饮食中的饱和脂肪与胆固醇摄入变得格外关键 第二种高糖食物 高糖分的食物诸如蛋糕和其他甜点 以其诱人的甜味常常让人们忽略了 他们背后潜藏的健康风险 这些甜食往往富含糖分和反式脂肪 尽管它们能在短时间内带来愉悦感 但长期摄入却可能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 特别是步入50岁之后 我们的身体逐渐变得脆弱 对高糖分和高反式脂肪食物的耐受性也大大降低 人体如果过量摄入这类食物 容易引发体重增长 因为人体会倾向于将多余的糖分转化为脂肪进行储存 尤其容易导致腹部脂肪的堆积 第三种腌制类食物 很多腌制类食物在其腌制过程中 通常会添加大量的食盐及其他调料 致使其盐分含量显著增高 这种腌制方式不仅提升了咸菜的味道 并延长了其保质期 同样也导致它成为了一种高盐食品 而过量的盐分摄入对健康来说是十分有害的 长期食用这类食物可能会导致那摄入过多 因为盐中的主要成分是那 那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 过量摄入会使得体内那水平异常升高 导致水分滞留 血压升高 甚至引发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 除了以上这三种食物要少吃之外 在饮食方面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二五十岁之后的人群饮食注意事项有哪些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体对营养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 需要针对性的调整饮食结构和选择 那么五十岁之后的人群在饮食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其一注意保持三餐规律 这是五十岁之后人群饮食中的一项基本原则 每天按时进食三餐 可以帮助维持身体的正常功能 减少换胃肠道问题的风险 这种规律的进食模式 有助于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和能量供应 从而避免出现血糖波动引发的疲劳 头晕等不是症状 同时也减少了发生饥饿 或过度饥饿时的抱饮暴食的可能性 建议大家可以建立起固定的进餐时间表 如每天早晨七点吃早餐 中午十二点吃午餐 晚上六点吃晚餐 遵循这样的时间表 可以帮助身体建立起规律的生物中 促进正常的消化和新陈代谢 尽量避免长时间不进食 或者一次性摄入过多食物 长时间不吃东西 可能会导致血糖水平下降 进而引起强烈的饥饿感 这种感觉往往会诱使人们过度进食 导致饮食过量 过度进食会对胃肠道造成较大的压力 可能引起消化不良等健康问题 其二 注意增加蔬果摄入 蔬菜和水果是自然的营养源泉 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维生素 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 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蔬果中 我们能够找到猪乳维生素 维生素C 钙 铭等多种营养元素 这些元素不仅有助于维持身体的基本机能 还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 蔬果中的膳食纤维尤其重要 它在促进肠道健康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膳食纤维能够增加粪便的体积 从而刺激肠道蠕动 帮助我们更顺畅地进行消化和排便 有效缓解便秘问题 蔬菜和水果中的高水分含量有助于增强饱腹感 这有利于控制食物摄入避免过量饮食 为了轻松增加蔬果摄入量 我们可以尝试将它们混合搅打成枝叶 每天喝一杯 这样能够迅速补充丰富的营养素 其三 注意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有助于维持血糖稳定 心血管健康 体重管理以及代谢健康 尤其是在50岁及以上的年龄段 这些健康问题更容易出现 所以控制碳水化合物摄入 对于维护整体健康非常重要 为了维持血糖的稳定 并降低患糖尿病 及其他慢性疾病的风险 建议大家选择那些低糖分 高纤维的碳水化合物食物 如全麦面包 燕麦 糙米等富含纤维的碳水化合物食品备受推崇 这些食物中丰富的膳食纤维不仅能够促进肠道蠕动 有助于缓解血糖水平的过快上升 还能增加饱腹感 帮助控制整体食物摄入量 从而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 另外 建议大家尤其在晚餐时 合理控制主食中的碳水化合物量 减少晚上摄入高淀粉食物可以帮助避免夜间血糖波动 改善睡眠质量 并促进新陈代谢 除了控制饮食以外 50岁之后的人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来维持身体健康 对此大家要有所了解 三 50岁之后的人们还有哪些健康的生活方式 随着年龄跨越50岁的门槛 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变得格外关键 这不只有助于预防各种慢性病 还能增强身体的免疫力 减缓衰老的步伐 以下是一些建议性的健康习惯 特别适合50岁及以上的群体 旨在帮助大家步入一个更健康 更充满活力的晚年阶段 一 定期运动 有氧锻炼是一种增强心肺功能的高效手段 它能促进心脏的泵血功能 并提升血液流通的效率 从而为身体各个角落输送更丰富的氧气和氧分 适宜中年及老年人群的有氧活动 包括步行、缓跑、游泳和挤脚踏车等 这些活动不仅强度适中 对关节的压力也较小 有效降低了运动中可能出现的伤害风险 除了有氧锻炼之外 力量练习也极为重要 随着年纪的增长 肌肉质量会逐步降低 而力量训练有助于中老年群体维持肌肉的力量 通过使用哑铃、杠铃、健身器材或者依靠自身体重进行的训练 如俯卧撑、深蹲和仰卧起坐等都能有效的强化肌肉 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率 协助燃烧更多卡路里 二、规律作息 保持规律的作息对于健康生活至关重要 尤其是超过50岁的人群 良好的睡眠习惯对身心健康极为关键 人体的生物中会随着年纪的变化 而发生变化影响睡眠质量 因此坚持规律的作息时间确保充分睡眠 对于促进健康和减缓衰老过程非常关键 为了保持规律的作息和充足的睡眠 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设定固定的上床睡觉和起床时间 即使在周末也尽量保持一致 避免睡前使用电子设备 因为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 影响睡眠 限制咖啡因和酒精的摄入 特别是在睡前几小时内 三、积极应对压力 长期的未得到妥善处理的压力 会对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可能导致焦虑、抑郁、睡眠障碍 心脏病等问题 而学会积极应对压力 掌握有效的压力管理技巧 对于维护50岁之后人群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 放松训练是缓解压力的有效手段 包括瑜伽、冥想和渐进性肌肉放松等方法 这些可以帮助人们放松紧绷的肌肉 使思绪平静从而减少压力感 每天抽出几分钟进行深呼吸练习 专注于呼吸节奏 有助于减轻紧张和焦虑 调整呼吸同样是一个简单的 且行之有效的压力缓解方法 执行深呼吸可以刺激人体的腹胶感神经系统 这有助于放慢心跳速率降低血压 从而实现身心放松 ился线四肢感ший第一轮 warp 一复 优划 手赚能体像 感谢观看